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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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听到都很受触动 大家可能想象不到 我们部里的很多女职工 亲手为我们龙山的孩子 编织了很多的毛衣 围巾等等一些预寒的衣物 送给我们山里的孩子 当然有些女职工 可能年轻一些的不太会 她就是现学现用 哪怕就编织了很简单的围巾 都是亲手包装好 送给他们 大屏幕上这些 就是我们的孩子们 穿上这些毛衣 自己用手机记录下来 发送给我们的 看到这些笑容 是不是感觉世界上最美 他们身上的这些卡片 就是我们当时的职工 亲手写的一些祝福 可能这些孩子们有些比较小 根本不知道上面写的什么意思 但是他们都不愿意撕下来 就那么穿在身上 脱贫攻坚 是一场伟大的人民战争 我们在扶贫的路上 不仅仅是需要 轻力地帮扶 更需要我们亲情地关爱 那么对于我来说 我来到龙山的任务是什么呢 作为中国农科研的科研人员 当然就是要通过科技 去帮扶当地的农业产业升级 做好科技扶贫 来到龙山才知道 龙山也是需要一个 农业科技的人过来帮扶 他们想他来 但是他们想来的是 一个百合的专家 那是因为 我们龙山的第一大农业产业 就是百合 大屏幕上看到的 就是我们龙山的百合花 是不是很漂亮 但是最主要的 不是看到百合花了 重要的是吃百合的果 就是我们所说的 百合的临近部分 百合常见的吃法 有西芹百合 百合莲子粥等等 这里要说明一下 我们龙山百合 跟我们北方的朋友 常吃到的 兰州的甜百合 可能不太一样 我们的龙山百合 它属于卷蛋百合 药食同源 它是可以入药的 吃起来稍微有一点发苦 但是它有非常好的药用效果 具有滋阴润肺 清新安神等等的效果 可能长三角的朋友 吃得更多一些 也了解得多一些 那也是因为我们的百合 它本身就是从 上世纪六十年代 从江苏一星 引进到我们龙山种植的 当然在这里 确实要表现了 非常好的适应性 面积逐年扩大 现在已经有了 十万亩的种植规模 我们龙山也是 全国面积最大的 百合种植线 听我说了这么多 感觉都非常好 但是出问题了 近几年呢 我们发现了 龙山的百合 个头越来越小 病虫害就越来越多 距离收获 还有一两个月的时候 植株 大家看一下 就开始慢慢哭死了 有的就哭得 什么都没有了 上面哭死了 那下面肯定就不长了嘛 那原来能够长到 七八两的 这么一个百合果 那现在三四两 你迫不得已就收获了 那这样的情况下 那整个的品质啊 产量啊 收益啊等等 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那那龙山肯定还是想要 有百合的专家过来 来确定原因 去做一个解决 那么最后是我来了 那么县里边 可能还是有一些失望 那毕竟你不是搞百合的嘛 你来了能有干什么事 能帮什么忙呢 那既然我来了 那我就要想办法 去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就是实地区调研 就是确定 到底问题出在哪 那我去跟当地的 种植大户 跟当地的农迹人员 进行交流沟通 实际地去考察 去调查 那么最终我们还是一起 确定了原因所在 首先就是这个 自流种的问题 龙山百合啊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 引进过来之后 就一直就是这么 掰开了 就种下去 自己流种 一直还是第一代的种求 几十年的积累啊 那里面的病菌啊 病毒啊 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 这样一个水平 并不是说这个病毒 对我们人体有什么危害 它只是普通的植物病毒 但是到第二年的时候 气候失忆 它就开始发病 哭死 另外呢 百合和很多作物一样 它是需要轮作的 连续种植的话 土壤里面的一些微生物 还有一些营养 它可能就会有一些变化 影响第二年的生长 那么最好的就是 跟水稻进行轮作 但是呢 百合的效益好嘛 那作为老百姓来说 肯定是想连年的种植百合 才能取得最好的收益 那老百姓为了这个 他自己也是想了很多的办法 比如说 拿到高山 青土地上去育种 再拿回来种 让种球长得好一些 但是过几年呢 又出问题 因为嘛 种子的问题 土壤的问题 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进行解决 那既然发现了问题 那我的任务呢 就是联络各路人马 过来一同解决问题 首先呢 我们就通过院里 联系到了 蔬菜花卉所的 专门搞百合的团队 那么牵头成立了 百合的两种繁育服务团队 开始打造我们的 龙山百合两种繁育基地 那针对土壤的问题呢 我们郑州果树所 自己对土壤改良 有一定的经验 那我们自己就制定了 土壤改良的消毒方案 开始对土壤进行处理 就这么通过上级的支持 个人的联系 陆陆续续请到了 20座个团队 到我们龙山的 进行科技实验示范 带来了新的产品 新的技术 我们打造了 龙山百合的绿色种植基地 通过绿色种植基地呢 这个实际的效果 给我们的龙山的 种植大户 合作社区看 真正的让百合种植户 看到了效果 看到了改变 看到了收益 就这样 农业科技 在我们龙山夯实的基础 像百合一样 我们的柑橘 我们的中锋 我们的中药材 等等产业 也都将成为 长期持续带动 我们龙山百姓 脱贫致富的 主要农业产业 过去 交通不便 是我们湘西的 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我们龙山 2019年通了高铁 2021年 我们湘西里野机场 也即将启用 借用现在我们县里 最近流行的一句话 过去的龙山 叫做浅龙在渊 现在的龙山 叫做龙腾盛世 未来的龙山 飞龙在天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图老师 跟我们分享 您的这个扶贫故事 今天我们的演播室 依然是有 三位提问团的成员 分别是 海归返乡创业者 汪兴宇 以及我们农业大学的博士 吴亦凡 欢迎亦凡 还有我们的创业今年 牛越 那坐在前排的两位新朋友 分别是来自龙山县的 两位农业合作社的负责人 于小龙 以及黄明才 欢迎 同时参与我们的节目 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和顾端 关注大地讲堂 您也可以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参与讨论 将会获得我们栏目提供的精美礼品 刚刚大家听过了 图老师的演讲 提问团的成员 有没有问题想问 谁先来 来一番 您的这个扶贫的工作 其实背后依靠了一个 很强大的一个科研团队 对 您有没有考虑过 就是像这种 就是依靠这种 强大的这种科研资源的 这种可持续性的问题 一旦您退出这个地方的话 我来到这儿 我代表的是农业农村部 代表的是中国农科院 那我肯定身后有更多的团队 因为一个人的能力 也是有限的 我也不可能说 我所有的东西都懂 我也不可能说 所有的县里边的所有产业 我都能去帮助他们 把这个事情做好 但是我们打造了一个 所谓的技术平台 我们就把自己利用 我现有的这个人脉资源 还有上级的一些支持 就把这些人聚集到 我们这个地方 来进行做实验示范 并不是说我走了 然后人就 以后他们也不来了 而是说这个产业 让专家和产业 做了一个实质性的对接 而专家其实 他们也是需要 有这样一片土地 去把他们的成果 去落地 去生根 然后才做宣传出去 专家也有这样的需求 那我们 我的作用就是 让他做一个有效的对接 说到这个实验示范 最重要的一件事 你知道什么吗 就是算账 这个账必须算得特别明确 其实前几天我采访的时候 就遇到一件很尴尬的事情 当时也是有科技扶贫的人员 下乡去在海南 推广电动的割橡胶的机器 然后这一台机器 大概要卖1380块钱 然后我们就进行一个实验 你们不说这个机器很好用吗 好 那我们跟当地的割胶能手 一起比一比 结果发现速度差不多 这就尴尬了 那你问老乡 这种情况下你愿意买吗 老乡说1380 我不买 我们家1380 我怎么都能割出来 我自己多干一个小时就出来了 所以这个账啊 不但要算到具体的这个收益上 更要算到人头上 就是说这个技术 新的技术有很多 但是这个技术 当然猛能一看 可能是感觉前进了一步 但是真正拿到生产当中 它为什么老百姓有的接受 有的不接受呢 就是它的实用性 它到底能给老百姓 带来多少收益 这个账老百姓其实心里都有一杆秤 你让我挣了钱了 行 要不就是节省成本了 行 要不就是人力了 行 所以说我就说嘛 要把这个技术 这个产品 真的要在当地去实验示范 真的让老百姓看到效果 看到收益了 那你很容易 你不用去催着它 它主动地就找你学了 我相信啊 咱们科技最快的一个推广方案 是抓大户 是吧 抓合作社 但是我更关心的是 那些小农户怎么办 这是我想听到的 一般情况下 我们来说 种植大户 和合作社 更容易接受新的技术 新的产品 他们更容易跟着去干 那么老百姓其实 像我们的 所今天刚才我讲的 百合的这些新的技术来说 老百姓它其实可以 从里面受益的 因为品种 它也可以买到 它可以去买到新的品种 这个不是说 我们这是保密的 必须要几个合作社才有 技术 消毒的土壤的处理技术 这些都是我们科研人员的 无偿的 要交给大家去做的 只是说 前期的投入成本上 可能稍微有一些 就是说 为什么老百姓 可能前期不接受呢 就是可能 前期投入的成本 要增加 那我们就要 有个别合作社 来带动他们 让他们真的看到了 后面的收益 这些老百姓 它跟合作社是一样的 只是说 它可能在 接受的程度 和接受的速度上 可能稍微慢一些 但是他们都会从 我们的科技上 取得收益 我们前排的这位小龙 非常有范儿的 留着胡子的这一位 是农业合作社的负责人 对不对 对 您跟我们介绍一下 您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吧 先介绍我之前 我想我们先 我自己拍了一个片子 我们先看一看 让大家对我们 一个更深的了解 好的 这就是我们当时 以百合华海 这样主题打造的 它就是一个主体的 还是各种颜色的 以爱情为主 因为百合嘛 百年好合 所以打造的是 一个华海线 黄色的好漂亮 这是你们打造的 一个旅游地吗 对 而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就是我们 最近干的事情 最近是进行了 一个采收期 这就是我们现在 做的龙山县 百合绿色种植基地 这就是和我们图现 通过科技引领 来做的这些 这是前天我们刚拍的 这是实用百合 对 采收的 这就是我们农山的 当地的一个种植了 长达有五六十年历史的 卷蓝百合品种 现在也是在中国占有了市场份额是五分之一 种植面积是十万亩 这个样子 现在正在进行采收阶段的 而现在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农机 我们现在科技普遍它不光是从我们的一个种植业 它更多的是从我们的土壤种植管理 最后再到它的产生是一体化 来给它作为一个机械的擂台 这样子 好漂亮的百合基地 各种各样颜色 而我今天来这里也特意从我们基地去采了出鲜花 专门来送给您的 是那个吗 对 弄起来一点点 对 这是真花呀 对 真花 哇 好漂亮啊 对 这是我们从基地 昨天亲自采的 谢谢 这是我们自己培育的一个品种 这品叫黄罐 黄罐 对 有淡淡的香味 对 没有那么香 对 这是它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新品 你要不要 以凡 给以凡留一只 快 给以凡留一只 谢谢 一碗头来了羡慕的目光 谢谢 这个百合也是可以产出实用百合的吗 对 这个贫困户还有没有 有 它们的收入大概在多少 一年的话一亩地有三千多块钱 会不会有一天它就产能过失 卖不出价钱了 这也是在全国唯一一款做的百合下面的须根 会不会有安全问题 涂老师是什么时候去的龙山县 我是2018年的5月 2018年 对 那个时候知道它们当地种百合吗 就是来之前吧 听别人说过 也查了一些资料 一查资料就说有十万亩这样的一个规模 那我去了就找百合花看嘛 那如果有十万亩的百合花 那看着多壮观啊 是啊 震撼到您了吗 没有 为什么 找不到 没有花 对 然后去了我才知道 原来龙山十万亩的百合 它是不留花的 哦 因为龙山的百合它不是为了卖花 不是为了让人看花 它就是为了让你卖吃下面的百合果 那这样的话 就是说它是为了让下面长得更好 它就把就是百合还没有开花的时候 它就把上面的头给掐了 我们叫做打顶 就把顶打掉之后 它是为了营养嘛 它就让下面的营养长得更好一些 下面长得更大一些 那这我来到龙山之后就发现 我是看不到百合花的 那我后来打听一下 看龙山百合花 看到百合花只有一个地方 那就是小龙打造了一个 叫做种礼熏花的一个基地 小龙当地的农人种这百合花 收入大概在多少 我们一亩地啊 现在种的是八千株 那么我们批发出去的话 最低的都是三块钱一株嘛 如果说按照一亩地 最高来算全卖完的话 得有两三万块钱 这个是净收入 那种百合呢 在我们种本地这种百合 我们从传统种植的时候 龙山百合 它的一亩地的成本 得八千多块钱 而我们说现在 做完这些 从通过图线 他们来帮我们 做完这个事情之后 我们到它的成本 是在六千多 这个成本是从哪里省下来的呢 这两千块钱从哪省的 传统你说一亩地 我们用两百斤肥料 还是三百斤肥料 它没有一个标准的 那么通过我们的科技来分析 我们因地制宜 我们会测 这块地中百合的土壤 假如说我现在缺假肥 我只要五十斤 那我就没必要两百斤了 我们通过就是 科技重力这一块 把百合生产季节 每一个节点 卡得很准 就不会滥费我们的人工 从那年底 就直接可以为我们 节约一千多块钱 那现在我们关心的是 当地的这个贫困户还有没有 有 他们的收入大概在多少呢 我们和当地贫困户的话 现在地链机制有两种 就是说没有这块的行动能力 或者是物供能力的 那么我们采取第一个模式 就是他把土地来租给我 我们的租金是五百块钱一亩 然后再就是给他一个每亩地 一个最低的一个保里分红 百分之八的分红 我们计算过方式 就是租金它是五百 然后我们的保里分红 是以一万五千块钱 百分之八 盈利的情况下 会给他一个保底分红 不管盈利 毛收入的 毛收入的分红 对 毛收入的百分之八 他如果说出去打工 或者是没有劳动力的 那我们他这一亩地一年 那就是一千七百块钱 第二种方式就是 他既把土地租给我们入股了 那么我们再反聘 你来到这一亩地里面 这一年 这一亩地所有的百合 全部归你来管理 我们一年的 这一亩地的百合 它的需要最低的用工时间 是一十八个工时 也就是说一年它有一千八百块钱 再加上你的土地入股 再加上你的保底收入 一年的话一亩地 有三千多块钱 幸运 说不有问题 对 小龙哥 我也有个问题 有没有可能有出现产能过剩 因为我相信您的合作社 其实是可以挣钱的 但是跟着您合作社 比如说第二批来中的老乡 第三批来中的老乡 会不会有一天 它就产能过剩 卖不出价钱了 借兴宇这个话说 就是第一批第二批做完之后 后面产能过剩的问题 贫困户它可能最后 最后才会跟着干 一直在观望 那作为我们来说 我们要干的事情 第一就是要开拓这个市场 把这个市场做得更大 那么比如说原来 我们就是长三角的人 接受到我们这个龙山的百合 那我们现在的市场 已经开拓到广东 开拓到重庆 四川 开拓到了这宫北方 甚至北京 现在新发地这边 卖的都有我们的百合 把这个市场做大 然后它的产能过剩问题 就做了一定的解决 第二就是拉长产业链 拓展我们的产品的类别 那么我们把加工 原来只有原来的鲜百合 加工成干片 那么我们现在增加 很多的加工品 我们加工有百合的面条 百合的精粉 百合的这个 就包括一些百合的饮料 百合的酒 它把百合 就是产能过剩的 这一部分东西 它拿入到精神加工当中去 乃至于提存一些药品的东西 然后这样的话 就消化了我们这个市场 我们把百合 给它做到一个综合性的利用 把它的副价值 再给它拔高一下 提升一下 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 做的一个 这也是在全国唯一一款 做的百合下面的虚根 对 虚根 做的一个产品 它从这一块做了之后 它就提升了它的一个副价值 不太中单单的传统的一个产品 只是卖下面的球根 这是我们的百合花茶 花 我们也给它提现出来 做花茶这些 它就多了一份收益 这是我们的百合叶子 做的一个茶 那我今天也带来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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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啊 这应该算得上 是名副其实的花茶了 好小啊 这个百合花 刚刚开花的那个时间 超级香 做这个百合花茶的时候 要等花还没长大 没粘开之前 粘开了 它搞出来 烘干出来就是黑色 所以要等它是花骨朵的时候 干开始显色 就得给它摘了 好甜哦 它这花的面小量 只是用花做的是吗 对 就没有任何 天下任何别的东西 就是把花摘下来 显色了摘下来 烘干就行了 然后风干 对 我觉得这个颜值我超喜欢 百合绿茶和一个百合须根茶 也请大家来品尝一下 就是这个部位对吗 对 这个部位 然后杀青 再去烘干这些的 会有点苦 对 这个味道有点苦 而且它的那个香气 很像粽叶 对 香气像粽子 对不对 但是它回干很强的 这款茶的话 针对我们的润喉效果 是特别好的 特别像西洋参 我觉得这个我都不敢喝 为什么 看着剩人 怕苦 不是怕苦 你会觉得就是真的 从外边抓了一个草 我们来泡这个茶的话 或者说真的会不会有安全问题 对 担心 会不会有安全问题 担心 能为农货 多带来一份收益 或者更多的是说 为农山百合提出来了一个 可发展的方向吧 从传统的鲜货和干货 再往其他方面发展 那您刚才提到了 其实除了我们刚才一直在聊的 这个百合这一大农业产业之外 应该还有其他的特色产业 对不对 当然我们农山的产业也有很多了 包括我们县里边 其实提出了有其他产业 其中包括了 我们其实很有特色的一个产业 就是我们的中风养殖 我们农山地处 武林山区的腹地 武林山区也是全国的 14个连片的贫困区之一 但是它贫困 它在山区 它其实就有一个很好的 一个优点 就是生态环境好 森林覆盖率高 对 桃花源的所在地 那么我们就在这个产业上 也是做了很多的文章 今天的那个养蜂的 我们今天那个人 没有把它请过来 但是它带来了一段片子 给大家看一下 好 我们一起来看看 我叫王金花 我是农山县金贵密封养殖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 也是一位养蜂人 我为什么会走上养蜂这条路 是因为我父亲就是养蜂的 他们那个年代是养最原始的 那种源头 这个就是我们最早的时候 山区养蜂 养中蜂的话 就是这种源头 养蜂 养蜂 取蜂 哇 你看 大家看一下 你看这个 这个蜜 漂亮不 但是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种原始的养蜂法 它就是 它自己这个蜂 就是自己飞过来的 是我们 你看它就在悬崖峭壁上面 你看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煮出来的新鲜蜂蜜 它就可以这样直接 看 直接这样吃 你看 这个味道真的是 甜蜜蜜 香醇可口的 还有一点那种药材的味道 色色的味道 因为我们这是大山上面 山上的这个药材 这个植物也是相当豐富的 所以我们这种蜜 它就是说采集药材 跟百发的 一起的这种蜜 我们这边农山县 开始把中共这个产业 作为抚平的一个产业 去做了以后 我还是经过我们各界领导 还有我们自己的 丰农跟老百姓 一直很努力地去做这件事 这是丰香了 自从头现场来我们农山 抚平以后 特别对我们中虹产业 这块很关注 在我们中虹抚平的过程当中 它给我们在技术上 给我们很大的支持 为了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它请了蜜蜂研究所的 那些领导跟专家 来我们线上指导这种技术 给手把手的 给我们普及这种 咬蜂的这种知识 我们为了让蜂蜜 这个产品能走出去 走到全国 在我取证 取S-C-症的过程当中 他给我请了很多的专业人士 帮我去做这些 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帮我们把这块S-C-症拿到手 在拿到这个认证之后 能让我们的这种蜂蜜走出去 所以让我们蜂蜂跟这些老百姓 包括我 我们这个收益就翻了一倍 让我们能把这个产品做得更好 走得更远 我后来看到的那个蜂箱 大家注意到了没有 那个蜂箱和它介绍的那个圆筒 是不一样的 这个区别到底在哪呢 这个最早的时候 就是我们山里面去养蜂 就是拿那种圆筒 它放了之后就不再管了 我们那个蜂蜜 它是一年收一次 就是到秋季的时候 去收这个蜂 你真正去打开的时候 有可能会有很多的蜜 但是还有一个可能 里面是空的 因为那个蜂就没有在里面安家 这个是风险所在 现在的养蜂 它就是这种蜂箱活框 我们那个框可以提出来 就是活框养殖 这种养殖方法 一个是在技术上提高了很多 在产量上也会提高很多 在卫生上也会提高很多 因为以前那个养殖的方法 原来的死蜂 蜂它也会得自己的病 就像它是一种动物 动物它就会得病 然后它就昆虫的一些 寄生虫啊 病啊 它就在里面 它就是在卫生上 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隐患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 活框养殖来说 它的品质 产量 卫生等等 都比原来传统的 要好了很多 中风量蜜 一年一彩 对吧 其实引进的品种 就是我们所说的一风 比如说单一花种的那种蜜 快的时候可以一天一彩 所以我想问的是 为什么贫困户去养中风呢 怎么能解决他们的收益问题呢 其实这不是一个 很容易获得收益的一个方式 在我们那个地方 把中风产业作为一个抚贫产业 其实也是有它的原因的 首先我们那个地方适合中风发展 我们那个地方是中风的保护地 限制一风在这个地方发展 如果一旦一风过来的话 我们学术上叫做生态卫 其实就是把它的一个生活的环境 给压制了 就是说会影响中华蜜蜜 因为它体型也很强悍 对 然后在我们这个地方 它就是主要就是发展中华蜜蜜 但是中华蜜蜜发展 它有它的优势 它劳动力是小 它一年取一次 但它中间所需要的劳动力 是非常少的 那倒是 它就是说不是这样 一风我就要一直跟着走 我要跑全国 我要跟着花旗走 这个中风就是一年 我只要到那个时间去取 中间可能就简单地 有一些技术操作就行了 就是说它这个劳动力需求小 那么对于扶贫来说 它肯定是一个特别好的产业 我们的中风蜂蜜 正常情况下 可以卖到100块钱以上一斤 那么一桶平均10斤以上 那么我一箱就可以卖到1000块钱以上 那我家里边有个几箱 那我就可以脱贫了 一年一收就值了 对 那科技人员对王金花大姐 他们一家最大的帮助是什么 帮扶最大的就是取到了SC的认证 就是我们所说的SC认证 就是叫做食品生产许可 它就把我们原来的叫做农产品 现在变成了真正的食品商品 它可以进超市 它可以进电商平台 然后作为商品去出售 就很大的拓展了它的销售的渠道 销售的空间 刚才他也说了嘛 有了这个之后 它的整个的收益 基本上将近翻了一番 是的 有这个SC认证 这个农产品 起码不是三无产品了 对 来 一番有什么问题 您提到这个SC认证 我就有一个特别想要 分享的一个经历 因为我之前呢 我们也是在村里面 做一些扶贫的事情 然后我爸呢 他就特别的喜欢 就是让我去打听 当地有什么 就是这种农产品 这种特产 他就强调说 我一定不要那种包装好的 放到那种超市去卖的 你一定最好是从农户家里 就是刚刚摘的那种茶叶 刚刚烤干完的那种 然后后来我又有一个朋友 他就说 他说你们卖的那个蜂蜜啊 我怎么就觉得 跟那种微信上面 就是随随便便一发 说我家有什么什么那种 就是三无产品一样 说我对吃的 就是喝进口啊 吃进去的东西 我就从来不敢买这种 没有商标 就是农民自己的这种土特产 有些人他其实真的是感觉到 好像是越土的东西 对 感觉好像是 越原生态一样 越好越原生态 但是这里面存在一个误区 不是说土的东西不好 而是说 它缺乏一个标准化生产的问题 经过这个标准化的流程生产之后 它肯定是符合食品上市的国家规定 它肯定吃了 对你来说你买到 你肯定买个放心 并且你每次吃到之后 我保证每次 你都能吃到同样的东西 同样好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艾斯认证的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就以蜂蜜为例吧 我们该怎么去辨别 我们去到哪找这个认证 漂亮吧 我觉得这三款产品 如果放在桌子上 我可能会选择第二款产品 我也是 看着迷惑性太强了 对对 第二个就关门了 关门大急了 这个瓜是不是零差评啊 什么 让工作人员把这个蜂蜜 拿过来一下 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的蜂蜜吧 这是从龙山带过来的 对 我这是 我从龙山带过来 我们王庆华大姐 自己生产的蜂蜜 也有这个 这是蜂巢啊 对 这是巢蜜 这是她自己家 生产出来的蜂蜜 那么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出 这个标签就不太一样了 标签里面 首先它的配料 那只有一种 那就是纯蜂蜜 后面就是一个 是食品生产许可证 那有个编号 SC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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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 那这是一个系列的序列号 那也就证明了 我们要去找那个SC 多少多少号 对 它就证明了这个东西 它是经过了一个 食品的生产许可 这瓶是普通的老百姓的 土蜂蜜 你所以说你是找不到的 这真的没有 我以为这瓶 因为这个你看 你如果不仔细看的话 会觉得它就是一个 包装的很好的 包装的挺好 它这写的是蜂蜜的功效 使用方法 温馨提示和储存方法 很有迷惑性 甚至你找不到生产地 还真是 因为它可能就很简单的 就是在网上买了一些包装 然后直接就是把自己的蜂蜜 所谓的农家蜜 对 农家蜜 这个就是自己可能家里边 就是直接把蜂巢收完之后 找个瓶子 就这么随便找个瓶子装一下的 就是最普通的蜂巢蜜 但是我不能说这种东西 它就是不好 就是说这种品质量 它是不一定保证的 你这一次买到了 感觉好像品质非常好 吃到的非常好 但是你下一次呢 这个农业发展当中 这个标准化 真的是一个 以后可能要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我还有一个关于蜜的问题 我知道现在市面上是两种蜜 对吧 一种是中华中蜂的蜜 一种是意大利蜂的蜜 但我发现这个中华中蜂的蜜 会比意大利蜂的蜜要贵好多 要贵上一倍 这是为什么呀 首先这个 我们所说的义蜂蜜 就是西方蜂蜜和中蜂蜜 它都是蜂蜜嘛 这个首先这一点 是都不容置疑的 都是蜂蜜 但是我们中蜂的蜂蜜 为什么价值高呢 首先第一点 还是量少 这一年只取着一次蜜 它的一箱蜜 一箱蜂 它只取着十几蜜 那那个量在那放着呢 那肯定是说 它为稀为贵嘛 第二个就是我们中华蜂的蜂蜜 它的这个里边是含量 蜂蜜它也存在一个含量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通过加工之后 就是一蜂蜂蜜 都要通过一个浓缩的过程 可能才能达到我们所想要的 那个蜂蜜的一个效果 才能达到那个要求 但是中蜂蜜也要经过那个流程 但是其实根本都不需要浓缩 已经达到了那个效果了 牛苑现在做的是农产品 对不对 对 取得SE认证了吗 没有 我们还是出击农产品 达到这个 因为我们也没有生加工 主要是这个 自养 它这个可能不太一样的 就是它这个土鸡跟蜂蜜不太一样 蜂蜜它属于食品了 它那个还是土鸡 土鸡怎么不是食品呢 它是初级农产品 它没有经过加工的 我没有说成针 对 它不是说要加工成烧鸡了 卤鸡了 那它肯定要取得这些认证了 对 但是它可能 我们是有养殖规范 就是我按照一个什么样的 它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取得一定的相对的规范性的东西 然后让大家去信 土老师 那三款蜜 是咱最后的成品 推向市场的成品吗 对 紫色的那个是吗 紫色的就是我们这个 就是 刚才那个王金花 它的就是有IC认证的 这个蜂蜜 是的 就是这个 我觉得这三款产品 如果放在桌子上 我可能会选择第二款产品 中间 我也是 看着迷惑性太强了 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它颜值也特别 稍微会好一些 对 所以说王金花 我就给他说嘛 就在包装上 你这个王金花 你这个蜂蜜 不是取到IC认证 你就万事大吉了 对 你在后期的 整个的品牌打造 你这个 就是甚至于 你这个包装设计上 你还有很多的路要走 这个包装真的非常复古 只有爷爷奶奶那一辈的人 会买这种包装 因为当喝完这个蜜之后 还能做水杯 对 这个确实是 颜值稍微低了一点 然后小龙老师 如果百合咱们这个茶和蜂蜜 配在一块 您有什么想法 百合蜂蜜茶 其实我们现在 我和那个王金花 我们也很熟的 我们其实 今年下半年 我们一直有个规划的 我们要卖一个罐子 我们把百合 做一个百合的罐子 里面放蜂蜜 百合罐子 对 百合造型 它下面裹 百合造型的这个包装 对 百合造型的包装 这是我们下面的 我们和它合作的一个发展 给它不是卖产品 我们要蜂蜜 不是卖产品的 是把百合的造型 和它这个合作 这个想法非常好 百合之香 对 它基本上是这样子 无子年薪 也是这样子 因为它也是一个 百年好合寓意 因为它的蜂蜜 也是特别好 所以就和它 这样联合在一起 来做这个产品 百年好合 天天蜜 是的 这不特别好 这个创意 今天我们的提问团 确实话题都很热 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此时此刻 应该也很想参与到 我们的讨论当中 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客户端 随时与我们进行讨论 关注大地讲堂栏目号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 二维码参与讨论 您有可能会获得 王金花大姐酿的蜂蜜 不是王金花大姐酿的 这她酿的小蜜蜂 酿的蜂蜜 还有可能会获得 小龙带来的百合产品 对不对 好 谢谢 谢谢各位 童老师我要问您一个问题了 我觉得您讲的这个百合 包括蜜蜂产业 好像跟您的专业 有点距离 有点远 对 您的这个专业 到了人家这个地方 到了龙山县用上了吗 我来擦一只 王师傅终于可以说话了 童先生 他的专业 丢于我的帮助就太大了 因为我是住那个果园的 果园里面有各种收菜 瓜果 过去我对那个农业 是相当于一个白痴的 什么都不懂 自从认识那个投县长以后 第一次 我还不知道他是县长 他都说他是病虫害专家 我想他既然是病虫害专家 那我留个电话号码 今后可能很多事 我要求他给我帮忙的 您过去种的是什么 我过去 我做的是那个花海 在我们那个宁静的县 也是一个风景旅游区 应该大家都知道 那个凤凰县 在我们这个全国也 比较是有名的一个县 凤凰古城那边 凤凰县 有一次我去那里 我带我的朋友去那边 看那个花海 这个花海 这个可以 这个好像哪一千块 因为我对那个农业是不怎么懂 我说这个看得太简单了 就搞了这么一个花海 但是后面失败 他这个我插一句 刚开始 房大哥做这个花海的时候 当时真的是在我们县里面 做得特别轰动的 当时你看去他的地方 公交车要为之改道 都要绕路去他的花海 甚至还要为他这个景区 临时增加班次 收入是靠什么 我们是议了个门票 一个人二十块 第一年的收益还是不错 但是我们的收益还是不错 大概有八十几万 那很好 的确在刚开始做的时候 能够引起很大的轰动 但是到后面 他的一个可持续花海 就有点麻烦了 为什么后来就没有人了 因为他龙山跟凤凰不太一样 凤凰它是一个旅游的 明白了 人家那天持续有人来 远远持续不断地课园 但是龙山的人比较固定 看过了 就是有本地人过来看一看 所以说第二年就用不来了 第二年就关门了 关门大齐了 那是最低落的时候 不知道干什么 天哪 亏了多少钱 投入了几百万 现在是全部都亏在里面的 天哪 后来转型之后是做什么了呢 在那个之前我是在那个棋手室 开了一家南塞港湾酒店 做了十多年也有点急速嘛 后面和朋友聊天嘛 都说现在农村啊 很多土地都荒废在那里 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 刚好那段时间我就看见了 在那个电视上呢 看到了大力富士这个返乡创业嘛 那时候我就有了这个念头嘛 找到项目以后呢 我就去搞那个发海事了 钱都亏了之后 后来转型是做了什么呢 现在说到这个事上 就我要感谢那个图仙人了 这就是我的专业了 我还是不知道你们做什么 能不能赶紧告诉我 我18年到龙山 首先就龙山要有一个了解嘛 那也知道我们的侧严堂这个地方 它属于红色的革命根据地 当时去看了那个革命根据地的旧址 然后看的时候突然看到旁边 有一个这个园区 然后那大门很气派的 上面三个字 花千古 但是大门关着 然后旁边小门开着 然后我就进他那园区里边 就看到老黄在里边 正弯着腰在那拔草子 也不知道是除草子 反正是干活呢 谁能想到一个几百亩的 一个园区老板 就那么浑身泥地在那 正在就是拔草的那个状态 他旁边还种了一些 种了有这个混龙果 我说你这个冬天不搞大棚 你这过不了冬 明年你就一定死 后来那些水果怎么了 后来都种了那个 头先人的口 霜啊 水啊 一下来以后 看着看着死 哎呀 那你心痛得不得了 那没办法 果然被他说中了 然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但是我站到自己的 专业角度方面 我请了很多的专家过来 去帮他做整个园区的规划 然后把它做一个转型 就是做水果的种植 采摘 因为我明显看到这个地 太好了 旁边就是这个革命根据地 那以后肯定是络绎不觉得人要来的 你去搞水果采摘 那明显以后 那就是一个很好的发展的方向 那我们自己研究所 又有好的品种 好的技术 黄师傅 现在你们这个采摘员的情况怎么样 我现在的情况相当好 他介绍的那个油量品种 全部是中卫农业 农业 农科院 郑州国附研究所 研究出来的这些新产品 在我们园区卖的 去年是卖的火爆啊 那您这采摘员里都种了些什么东西啊 我现在种了很多了 拿一下 拿一袋来了 有好吃的了 现在这个网络瓜 把这个阳光玫瑰葡道 也就是我们图县长 给我们提供的那个油量品种 你别都给我们拿来 我们拿一串 这个网络瓜好吃的 又粗又甜 好的 我们这个熟细瓜果是真正的 它是油气的 它吃的是油气肥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瓜 或者是我们那里的三泉水 非常地好吃的 好的 大家试一下看口味怎么样 非常好 这个糖度还要高 我们这里全不是 我们船员啊 基本上就是搞得那个有机会 经过花销处理嘛 是撕在头里面的 这个瓜是不是零差评啊 什么 零差评 没有 就是没有人 没有人说它不好 来 这还没有 说实在话 我跟你说啊 这个瓜呀 从初年种出来 我相当有信心的 因为 到今年的时候 很多人打电话呀 老王 你那里熄瓜熟了没有 老王 什么时候 你那个瓜有多少 我想多美一点 怎么样怎么样呢 去年 等于说已经第一年生产 已经把这个品牌打出去了 去年的天气要好一些 那个糖度 比今年要好得多 今年其实整个我们湘西啊 有大概五十多天吧 基本上没有见到太阳 然后连续阴雨天气 然后你想农中物来说 其实最怕的就是这种天气 今天我们吃的这个瓜呀 跟去年的比着 其实糖度还是少了很多 这瓜卖多少钱啊 这个瓜是十块钱一斤 给我来五斤 好 放心 大家今后有时间来 我们详细试吃 而且这个瓜 我觉得还有个特别好的地方 是这个瓜和葡萄 都马上能产生经济效益 但我想问一下图老师 当时您到那个园子里之后 您是怎么给他设计 这个盈利模式的呢 首先我知道他那个状态 就是赔了 真的没钱了 已经对农业 基本上快丧失信心了 那么首先我要建立他的信心 就是要搞一个快的产业 那么我就选了 瓜和草莓这两个产业 就是来得快 几十天就能见到效益 并且这个瓜和草莓呢 刚好这两个季节 可以在同一个棚里边实现 就是种瓜 收瓜 收完瓜 种草莓 草莓在卖完之后 正好接着再种瓜 这是个循环的问题 就一年可以收到两剂 这样的话 等保证它一个 一亩地的收益 在三万以上 另外它作为一个采摘员 还是享有多样化的一个东西 然后我就给它设计了 不光有瓜 有草莓 那还有其他的水果 那设计了多种水果 包括了种植 卵子石榴 包括种植 葡萄 还有桃子 李子 等等 南美 然后但是那些 就是这个设计的 就是长 有长有短 就短期间的效益 培养它的信心 长期的 就种上这一种水果之后 它年树 它就会一次种植 长年收益 让它既有短期的效益 又能够长期的 稳定的有收益 那您现在相信科技的力量吗 那肯定相信 那个人呢 我现在必须要多学习 并且走出去 把那个高科技 都那个设备 全部都引到原池里面 要用上去 还有投入 那现在转型之后 您打算再投入多少 我们现在去年的时候 我投资了将近几十万 七八十万 搞了盖了个大棚 盖了一个几十亩的大棚 年龙大棚 未来呢 未来 我相当有信心 今后 想自己 做一个真正的 活格的 劳动 劳动致富 带头人 但是呢 有个前提 必须要我自己 把这个技术 把这个冰虫 什么东西 都全部要掌握去 才能真正地去带动他们 是的 太好了 谢谢 谢谢黄师傅 提问团还有问题吗 来 牛越 我一听 投了十几亩 联动大棚 牛越也是一个创业人 他也是一个 反乡创业的人 学生 很贵的 对对 您不是之前失败了吗 看上去还是家人比较丰厚 这钱您从哪来的 太实在了 这个钱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现在家乡 正在大逆搞那个 红色旅游嘛 红色广场 红色广场 就在我的那个家门口 所以说很多朋友 他还也看好了 这个商机吧 肯定是 相信我会做起来的 牛越其实今天可以学到的 最有效的四个字 就是以短养长 这四个字 对不对 投资嘛 投资太远了 收益 看不见 它不在眼前 没有信息的 太漫长了 以短养长去就比较好 我们先看到收益 然后我们再慢慢来 一步一步的投 最后一个问题 这个园区还叫花千古吗 我们那个肯定要改掉点 改成果千古嘛 这个还要再好好想一想 好好想一想 好 谢谢 谢谢我们的图老师 也谢谢来自龙山县的两位支付带头人 谢谢我们的提问团 谢谢 谢谢 大理讲堂 发现乡村 读懂中国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